12届二次会议于今天开幕 12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也即将召开了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在今年尤其值得期待 在网络上呢 网民们也开始围绕着两会来表达各自的关注了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治理雾霾 食品安全 收入增长 就近入学 全力清单 医疗改革这些话题 成为很多网民所热议的焦点 我们不妨来简单的梳理一下 热点话题之一就是治理雾霾 让蓝天白云不再遥不可及 在昨天的政协发布会上 雾霾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我这个日期记得是2月21号到26号 在北京连续的六天 这个空气啊 空前的污染 这口大锅啊 压下来 大家在这儿生活啊 是我们简直有点穿不够起来 去年我也曾在这儿啊 强烈的呼吁 要加大指南这个力度 那么我觉得空气污染 是目前最大的一个民生问题 老百姓啊 迫切的期待 改善空气质量 吕新华介绍为了应对大气污染的严峻形势 国务院去年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治计划 我们称为大气十条 最近李克强总理又召开常务会议专题研究 各级政府也立下了壮士断腕的决心 应对大气污染就需要这样的决心 李清华介绍 全国政协高度关注空气污染的问题 去年还专门就此问题召开了双周协商座谈会 我们希望呢 这个政府啊 进一步的加强防治力度 立法监督 其一呢 也得要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公民呢 也积极来参与 这样形成合理 所以我们觉得大气污染是个 艰巨和一个持久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希望啊 蓝天白涌 不是一个遥远的梦 除了雾霾呢 咱们再来说说其他网民所关注的热点话题吧 这其中就包括食品安全 网民们期待的是呢 食品安全从源头到消费全程的监控 再比如说收入增长 给民众以稳定的收入增长的预期 这也是热点话题之一 一项超过两万八千名网友参与的调查就显示 百分之三十三点七四的网友认为 行业收入差距过大 百分之十二点八六的网友认为 边内边外同工不同筹 急待解决 再比如说 就进入学 从根本上实现教育资源均衡发展 一位网友呢就说到 就进入学如何避免 因择效导致学区房价格飙升 暗箱操作履禁布置等等问题 这考验着政策执行者的智慧 还有说 向权力清单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以及医疗改革 将医改向深水区推进 给大家留意